音符 听主 我向你呼求 你力领我 求你寸儿属听 不听我的诉说 求你保护我 有如眼中的同人 让我藏身在你的意境下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大家平安 在今天的读经医保路 邀请罗马教会的成员 要成圣 不过他用的是 用小极的方式 邀请他们 你们不要 不要让罪恶在你们有死的身体未亡 不要把你们的肢体交给罪恶 做不义的工具 意思是我们要努力的 要产生 要拒绝这些的罪恶 不要跟罪恶一起威武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圈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破失 我罪 我罪 我的中罪 为此恳请终生 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摧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Amen 上主求你摧怜 上主求你摧怜 基督求你摧怜 基督求你摧怜 上主求你摧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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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能双快地服从你的执意 为了你的光荣 诚恳地奉献我们的崇敬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往 Amen 攻读圣保路中途 至罗马人书 弟兄们 不要让罪恶 在你们有死的身体上为王 使你们顺从他的情欲 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 交给罪恶 做不义的工具 却该把自己献给天主 如同从死子中复活的人 并把你们的肢体献给天主 当作正义的工具 罪恶不应再统治你们 因为你们不是在法律权下 而是在恩宠权下 那么你们因为不在法律权下 而在恩宠权下 就可以犯罪了吗 绝对不可 难道你们不知道 你们自愿做奴隶 而服从人 就成了你们所服从者的奴隶 或做罪恶的奴隶 以致死亡 或做顺命的奴隶 以得正义吗 感谢天主 虽然你们做过罪恶的奴隶 现在却从心里 听从那传给你们的 教义规范 脱离罪恶 获得了自由 做了正义 我们的奴隶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们的救助来自上主 我们的救助来自上主 若不是上主 若不是上主协助我们 以色列应该承认 若不是上主协助我们 或敌人群起来反对我们 愤然攻击我们时 我们早被活活的屯饰 我们的救助来自上主 就像洪水将我们冲湿 急流将我们卷走 巨浪将我们淹没 请赞美上主 他没有抛弃我们 任凭敌人摧残柔令 我们的救助来自上主 我们好像一只麻雀 掙脱了猎人的罗网 罗网已被扯破 我们才得逃脱 我们的救助来自上主 是他创造了天地万物 我们的救助来自上主 阿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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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来 Aleluia!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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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路加福音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这小羊群不要害怕 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天国赐给你们 该变卖你们所有的去救济穷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腐朽的钱朗 在天上继续用不尽的宝藏 在哪里没有贼头没有虫竹 因为你们的宝藏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你们要把腰束好把灯点着 你们该像仆人等候主人复愿回来一样 主人回来桥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到时看见那些仆人行着 他们才是有福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坐席 请自慈喉他们 他半夜回来也罢 天亮以前回来也罢 若是看见他们这样 那些仆人才是有福的 你们要知道 家族如果知道贼什么时候要来 他必要行着 绝不让房屋被挖穿 你们也应当准备好 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波多说 主啊 你讲的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说的 还是为大众说的呢 主说 究竟谁是那受主人委派官的家谱 按时分配 按时分配食粮的中性而精明的管家呢 主人来到时 看见他这样做事 那仆人才是有福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必要委派他管理主人一切的财产 如果那个仆人心里说 我的主人不会很快就回来 便动手殴打男女仆人 只顾吃喝需求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 也不知道的时刻 主人就会来到 必定要割除他 使他和不幸的人 遭受同样的命运 那仆人明明知道主人的意思 而偏不准备 也不知道他的意思做 必然要受更严厉的惩罚 那出于无知 而做了该受贬打之事的仆人 必受侥倾的处罚 多给谁 就向谁多要 多托付给谁 就向谁多所取 上主的圣言 耶稣我们善为你 大家平安 平安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就是 耶稣讲有关主人跟仆人 那主人要出去 他被派他的仆人 来管理他的家产 那中间的我们所听到的是 讲有关耶稣基督的再来 说我们要时常准备 因为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刻 人子就要回来 那这意思是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仆人 我们必须要工作 必须要做好准备 迎接我们的主人回来 那从今天的读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 我们看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被要求要好好地工作 要好好地做事 要好好地去完成 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想一想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本来应该要做的 有一些事情 我们可能真的是做完了 有一些事情 我们可能是做了一半 以后就忘记它了 有一些事情是重要的 但是我们根本 也没有去碰这些 我们忘记了 我们可能有许诺 要去完成这些 我们没有去完成 我记得在我们基督活里 有一个 应该是晚上的一个默想 默想当中 就是让我们要看 我们对天主的承诺 我们要工作 或是我们要祈祷 但是我们一直托 一直托 在这个祈祷的道文里面 就说 我们托到明日 赴 明日 明日成 托托 我们今天 我们本来要完成的 我们说 没关系 我明天来完成 明天我再做 到了明天 我们说 没关系 我还有明天 明天再去做 以后就变成这样的习惯 我们托托托 但是天主给我们的使命 就是今天 现在我们该去完成的使命 第二个是 我们在完成我们的使命 我们是跟别人一起工作 这个仆人 她不只是她一个人 还有男女仆人 跟她在一起 我们要彼此的尊敬 彼此的接纳 彼此的好好地享受 在圣经里面 多处告诉我们 我们要生气的 我们就不要到 热络继续生气 对别人有这样的一个愤怒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今天的热络 是不是我的 这生命中的 最后一次的热络 所以在热络之前 我们要跟我们自己兄弟姐妹 一起和好 要好好地和好 我们不要 就像仆人 要学习她 要偶打男女仆人 要跟他们一起相处 在今天 耶稣讲的 应该是有两个仆人 一个仆人 是一个聪明的仆人 她就好好地过她的生活 好好地做主人 所托付给她的使命 另外一个是 是愚昧的仆人 她做了两个错误 两个错误 第一 主人离开的时候 她就觉得 我是最大的 我是最大的 的确 主人 管家 就是这样的 主人不在的时候 她就是最大的 但是她把这个最大的 当作她自己的权力 权柄 她可以这么做 就这么做 她可以去施压别人 但是她忘记 主人来的时候 她一定要交账 她忘记了这一点 所以这个是她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 她认为主人 应该是很久很久才来 她还有足够的时间 去完成 去做事 我的主人 应该不会很快地回来 那这个就是刚才 我们所讲的 一直把要完成的工作 完成的使命 一直拖 一直拖 所以这个是这仆人 恶仆的错误 我们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是哪一种的仆人 聪明的仆人 或是这个恶仆 这个愚昧的仆人 我们是否好好地利用 我们的时间 完成天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与他人好好地相处 或是像恶仆 这样的去变大男女仆人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 的一项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运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旨意 为转身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坏持亲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其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稍微同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上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秀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现于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修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给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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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祢是我圣族 圣灵之主 我歌颂祢万物之族 圣灵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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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希望与尚处 心靠尚处 万心与处事内 全心回向大 要向万物之族 圣灵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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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